我的座右鳴是 人生有無限的可能 但是每一刻都戰戰兢兢 就是如果有任何的挑戰 我都很願意去嘗試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 人生最棒的一件事情 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阿比妹妹說 我是阿比林慧君 這回要跟你們說什麼呢 大家好 我是錦繡二重唱的錦文 好開心回到熟悉的舞台 用剛學會的烏克莉莉自彈自唱 一人緊紋重回二十多年前發跡的舞台 很久沒有在這舞台上唱歌 聽到自己的聲音很清楚會 嚇嚇耶 很好聽喔 還是很好聽 愛的花的走的走的哭的痛的 那viv的雷 filos困的翻的翻的 都 是真的 或許是太久沒站上這個舞台了 讓錦文唱到欲罷不能 還找來過去在民歌餐廳助唱的搭檔 來助陣 你可知道我愛你 想你 怨你念你 深情永不變 以前我們在民歌餐廳一起搭檔名稱叫 叫什麼 雙簧 好爽喔 因為我們兩個都姓黃 雙簧二人組一大一唱充滿喜感 但觀眾最懷念的 還是景文跟秀琴 這對搭檔的美聲 當年這首歌正巧搭上畢業季 讓景秀二重唱一出集迅速走紅 也圓了景文兒時的夢想 其實我從小就真的有明星夢 我都一直想要就是當藝人 想要當明星 然後呢 我小時候表演一定要有觀眾 我的觀眾就是我爸的朋友 不過鮮少人知道 景文的爸爸黃靖發 是已故紀錄片導演 齊柏林的启蒙老師 我爸爸之前是大神報的 房地產的攝影記者 他是最早空拍的攝影師 當年齊柏林在報紙上看到 景文爸爸拍的一張空拍地產廣告 開啟了他空拍攝影的機緣 而有攝影師老爸 女兒自然成了最佳model 我小時候的照片超級多 可以堆到一整個房間 就是真的很多很多 所以我都是用相片來寫日記 但景文沒有承襲到爸爸的攝影之夜 唯獨對演藝圈有興趣 喜歡唱歌的他國中開始就到處參加歌唱比賽 可是我連前十名都沒有入圍 那一年的評審是李宗生大哥 我就把李宗生大哥攔下來 我就跟他說 我說請問一下李老師 為什麼我覺得我唱得很好 為什麼我沒有入圍 他就拍拍我的肩膀說 加油 他就這樣子然後就走了 即便如此也沒有打擊景文的信心 反倒讓他越挫越勇 那我去民歌西三町唱歌啊 我去民歌西三町一定會有伯樂的 一顆呀一個種子 是我心裡的一幕天 就有一張點歌單寫上來說 等一下那個女生唱完 可不可以到台下跟我們聊聊 楊明煌 吳清俊 他是一個非常有名的製作人 所以我看到他的名字我嚇一跳 然後呢 我就想說 不會吧 老星爺 也對我太好了 我的伯樂終於出現了 知名音樂人曾經製作過 歌手王菲天空這張專輯 他被景文的純淨聲線打動 於是約了時間下盤出片計畫 我要想 我一定要讓他們覺得很驚豔 一定要牽我 然後口紅擦大紅色的 然後我的衣服 我的上衣是 衣服是紅色 領子是黑色 然後我搭配紅色的迷迷短裙 所以我全身都是紅黑配 因為他頭上就兩個硬硬的包 綁紅色的斷帶 感覺上要跳鳳陽花鼓去比賽 還是表演之類 我然後就腦筋很多問號 想說老師有沒有搞錯 不錯啊 我跟妳找他跟我搭檔 楊老師點名要兩人搭檔 但景文活潑外向 秀琴文靜內向 個性差很大 要上台合作 談何容易 我們也會冷戰 我們會吵架 就兩個都不講話很生氣 我就說 我要唱 易能靜的流浪的小孩 他說 不要啊 這首歌又不適合我唱 我不要唱 他要唱 奇遇的 什麼 就是很 你知道他就是很喜歡唱那種 空靈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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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初兩人在民歌餐廳搭檔 常為了選歌發生爭執 但相處的日子已久 彼此的默契越來越好 第三年的時候 楊老師就很開心的跟我跟秀琴說 恭喜你們幫你們找到唱片公司了 我們就好開心喔 就在那一年的三月份 老師就被一個酒駕的年輕人撞到 然後就過世了 我就覺得上天真的還蠻捉弄人的 對 就是 覺得好不容易可以發騙了 可是老師就離開了 老師離開的時候 其實我跟秀琴很掙扎就是 我們還要不要在一起唱歌 楊明皇的意外過世 讓景文跟秀琴陷入悲傷的低潮 但不想讓在天上的老師失望 他們打起精神走進錄音室錄場 可是等到專輯錄完之後 一放又是三年 然後當然這中間我們還是繼續唱民歌 因為我們也要生活 因為不想要讓爸爸媽媽擔心 也不想要讓他們唸 就是覺得唱民歌沒有前途 所以這中間就是會邊去上班 像我去賣過房子啊 去幼稚園上班啊 然後去帶團 帶國民旅遊啊 一晃眼三年又過去了 景文跟秀琴不禁開始懷疑自己 到底該不該再堅持下去 有一天我們就想說 好 我們就算要放棄 我們也要去問楊明皇老師 然後我們就去山上跟老師擲筊 就是問老師說 老師如果你要我們堅持下去 你可不可以給我們一個行筊 然後結果問了之後 老師就給我們一個行筊 我們就跟老闆說 如果說真的沒有要發片的話 那我們可能就放棄了這樣 然後老闆就說 有有有 終於等到發片的機會 但取什麼團名呢 一度傷透腦筋 好朋友二重唱 然後有娶過WINS 翅膀 可是也不好聽啊 也有娶過兩個女生 就有一個企劃說 如果他們一發片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景秀前程 那也不是很好嗎 所以我們就叫景秀二重唱 浪不浪我的雙手 給你加碗 生活沒有可能 古等了三年 終於發片的景秀二重唱 在經過三個月的 市場考驗後 終於叫出了銷售 三十萬張的漂亮成績單 有這樣的好結果 他們最想和已經過世的 楊明皇老師分享 之前我們都會以楊老師為榮 今天我們希望楊老師 也能夠以我們為榮 對 也希望我們的成績楊老師 能夠也能夠滿意 而唱片公司除了要送樂器 來鼓勵這兩位新人之外 還答應要拍第十支MTV 而由於景秀等了三年才發片 因此才剛開慶公宴 合約就已經到齊了 因此唱片公司送的最大禮物 就是續約 是一天的誰 白日夢多做一個 是有幾年不要見你 那時他們還入圍金曲獎最佳演唱組合 而身為暢銷歌手 兩人的外型 免不了在上節目宣傳時 被整被虧 因為我那時候牙齒還沒有整 然後整個牙齒很爆 然後就秀琴的臉很大 然後那時候我們 那時候唱片不是有迴函嗎 迴函卡 然後那個歌迷就寫說 嗯 錦秀要重唱 兩個人的歌聲很好聽 唱歌很優美 但是一個有爆牙 一個臉很大 所以只要聽聲音就好 不要看人 但錦文跟秀琴用歌聲 證明自己的實力 之後短短三年發了五張專輯 還被電視台向重 找去主持節目 為什麼昌年聖人 腳底下那個也是準保證嗎 對 就是有人特別 心情特別重耶 就是我們講的 我們講的 臨死抱佛腳 這個臨死抱聖人的腳 原來這裡 然而到了2004年 兩人的際遇 逐漸有了不同 秀琴戲劇邀約 一個接一個 而錦文只剩下一些 零星的綜藝通告 那陣子 我的確比較 我覺得比較 比較谷底吧 常常就是 我覺得怨天尤人詛咒自己 是對自己最不好的方式 對 因為這樣子 所以自己的狀態也不是很好 看著好姐妹的演藝錄 越來越順遂 景文給自己的壓力 也就越來越大 個性開朗的她 陷入了情緒猶豫 我會一直哭一直哭 然後哭完了之後 我會去拿那個膠帶 黏地毯 黏了一整捆膠帶 然後黏完之後很累了 我就會睡著 然後睡著醒來 然後又開始哭 就是一直這樣子循環 然後我沒有辦法出門 去跟人家說話 因為一跟人家說話 我就會崩潰 然後去歇斯底里 靠著朋友和家人的支持 半年後 景文走出陰霾 還跟交往十年的導遊男友 步入紅毯 我們最早認識他也是名歌手 然後我在台下看著他的時候 我就覺得 這個歌手也太自戀了吧 那時候就常常想要消消他的銳氣 就跟他講說 你知道你剛剛唱這首歌啊 其實你的peach不是很準 就是常常會很想要去刀他這樣子 因為這樣越有感情 可能吧 我也希望把姐妹那時候 交給黃哥 希望你會帶給人家 你還去跟別人 好姐妹秀琴在婚禮上 獻上祝福 但沒想到之後會因為一個廣告 15年的姐妹琴 岌岌可危 那時候就是因為很想很想做這件事情 結果沒想到 最後這件事情是 已經被做完了 可是我沒有參與 然後我就變得很錯愕 我也怪他 就是你廣告拍完了 為什麼不跟我說 為什麼我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什麼就是那時候真的很 很生氣 長達三年的時間 兩人不僅沒有合作 就連一句話也沒交談過 直到2010年 在好友的牽線下 兩人一快到新加坡登台 才逐漸恢復昔日感情 我們兩個沈默很久 然後 我就說 我就先開口說 真的很對不起 然後這些日子其實 我常常把我們過去的作品啊 我們過去的照片 因為家裡面 除了我小時候的照片最多 我跟一個人拍最多的照片 就是秀琴 都是為了你 那個回憶都是快樂的 怎麼可以因為一個廣告的事情 讓它空白這麼久 我覺得非常的不值得 所以從那一次我們就 我們都有那個默契 把我們兩個人的感情再找回來 因為 我們對彼此是很重要的 因為沒有景聞 沒有秀琴 少了一個都不會是景秀二重唱 還是你比較好命 生日那麼好 年紀都不會差不多啊 如今的景聞 不但是歌手 演員 還曾經經營副業 嗨 你點的 請慢用這個很燙喔 你吃飯我 我唱歌給你聽 我聽見雨滴落在輕輕掃地 餐廳你一開店 你有電租 電費 水費 員工的費用 這些都是開銷 所以其實我覺得 我們的經營餐廳比 演藝事業辛苦很多 短短一年裡 開了三家義大利麵餐廳 但兩度遇上客人吃爆王餐 讓他感嘆生意真的很難做 而過去投資火鍋店 也曾讓他慘賠150萬 之後就發現到 怎麼收入都被拿走了 就是錢 就是所有的收入都被拿走 後來才發現到 原來就是 夥伴會賭博吧 合夥人跑路 留下一大筆爛帳 火鍋店經營三個月 就結束營業 為了還錢 僅僅努力拍戲 接商演 但身體卻出狀況了 然後去診斷 當然才知道說 是我的那個肌流就是很大 然後就是一整個月都在出血 我是到拍完戲 然後才去開刀 然後一個禮拜開了兩次 龐大的債務壓力 還差點危及到他的婚姻 過去的很多的費用 都是我在支出的 因為他也比較沒有關心這一塊 那後來我就跟他講說 要幫忙分攤的時候 我覺得可能他剛開始的反應 他不是很心甘情願 我就會不高興 那後來陸陸續續 他也有在幫忙 就是分攤一些 坦言夫妻倆 有時候會因為錢的問題爭吵 也多次被傳兩人婚姻瀕瓦解 但幸好離婚兩個字 始終沒有成真 其實豪哥的EQ很高 他從來沒有對我發脾氣 每次我們吵架 我很生氣的時候 然後他可以這樣默默的離開 然後隔大概沒有幾分鐘 他來背一把吉他 然後過來旁邊唱 那只是一場遊戲一場夢 就開始唱歌 你知道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就算很想生氣 你氣也沒辦法 你就很容易氣消 但也因為老公的導遊工作 經常在各國間飛來飛去 夫妻倆聚少離多 結婚多年沒有小孩 其實都是旁邊的人在緊張 比如說媽媽啦 婆婆啦 我們自己倒是也還好 兩個人的生活也蠻好的 可以你今天要去哪裡就去哪裡 想去哪裡旅行 比較沒有牽絆 出道二十多年 歷經人生 事業跟婚姻的起伏 錦雯最難忘的 始終是在舞台上揮灑的每一刻 採訪這一天 他唱了一首歌 要獻給恩師楊明皇 直到你離開 就不再回來 可是好多話 沒跟你說完 當老師離開之後 我好想寫一首歌送他 然後我就望著窗外的天空 有一朵雲 那朵雲好像在跟我打招呼 然後好像在跟我說加油 感謝這份知遇之恩 錦雯說接下來的人生下半場 他也會昂首擴步 勇敢的向前邁進 以上是我這回分享的故事 聽完故事了你有什麼心得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給阿比喔 如果想看更多呢 也歡迎到台灣大家搜索 找到阿比美美的單元 別忘了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我是阿比林慧君 我們下回見